虛弱無力把頭扣在輪椅把手上 姐姐咪扣蹲在一旁照顧 每眼間都流露出對妹妹的擔憂 Yumi捲入王力宏婚變 報警提告誹謗又被李靜蕾反擊 疑似承受不住壓力 服藥過量 緊急送醫 微博帳號做個小孩007發文 點名王力宏最清楚 Yumi並沒有介入婚姻 現在診斷藥物中毒 正在洗胃搶救 如果真的出事 絕不原諒 這個部分其實我看到的時候 我當然第一時間會覺得 反正在網路上的世界 很多眾說分語真真假假 所以我還是相信 要等到本人親自說的時候 才會更確定 訊息 電話都還沒聯繫上 臺灣經濟窗口也還在確認近況 而中國網友繼續爆料 流出自稱是醫院人員對話 由米月凌晨五點掛急診 吃了兩粒退黑激素 和兩粒維生素 還有網友追查發文者 懷疑是白兔其他帳號 不過用戶接著再說 自己是圈外友人 也替Yumi澄清 私訊頭貼裸照 並非他本人 和王力宏合照 也真的是二零一三年拍的 說上帝是公平正義的 如果這個社會真的對你不公 那將來一定會還一些 真的是還一個道理給你們 可是如果真的是有自己要反省 要做錯的地方 那自己要學習到教學 肯定白兔演繹表現 但也心疼不捨 幽密捲入王力洪風暴 希望能就此停戰 三粒新聞連近廷增加宣 台北報導 好 好